香港应该是国家保障 几季以来比较特殊的一期 我们香港科乐级文化事务手下 就有15家公共博物馆 我们希望通过三家文物 会大家展示我们香港不同博物馆的风貌 其中其封六片是收藏在香港艺术馆 香港艺术馆以艺术收藏居多 馆内的大多产品来自爱国藏家 和艺术家门的集结尊重 其实马和之的诗经图远远不止这六片 据记载南宋时期马和之奉皇帝照命 为诗经的305片每篇都画了一幅图 除此之外马和之还主持绘制了孝经图 可以说一个人帮了两大精神文明工程 众所周知对写诗的热爱 也贯穿了乾隆皇帝的一生 乾隆精挑细选了多卷诗经图 一一提拔前印 集藏于景阳宫的后殿 并亲坐学诗堂记 1922年 普遗以赏赐为名 将部分诗经图暗地运出了皇宫 这些诗经图离开户宫后 又来到了我们东北 现在辽宁省博物馆还能见到几卷 其余的已流散到了世界各地 甚至还有一些已经下落不明 希望有朝一日 他们能像奇风六篇一样 回到自己的家